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伤害了自己的父母 伤害了即将临盆的太太蒋丽莎 即支持她的好友 陈浩民真诚地希望公开交代世界 即向陈嘉环小姐表达最诚恳的道歉 浩民太太丽莎也对事件感到痛心及难过 希望浩民受到今次的教训会真心悔过 也衷心希望嘉环原谅自己丈夫醉酒后的行为 将于11月24日下午 丽莎陪同浩民出席记者招待会交代世界 并正式公开向陈嘉环小姐道歉 而事件中另外一位男主角马德忠 却发表声明称并没有对陈嘉环有侵犯及非礼 也没有意图向对方做出轻薄行为 并强调称将对不时爆料的杂志及媒体做出的人身攻击 保留一切追究权利 至于两人的公开声明致谢 陈嘉环并没有过多回应 目前已返回横店复工 其助手对于道歉表示不会接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Π sont欠戏了 LIKE 李 science 转发 其兰 转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